台湾的节能减碳工作做得好不好呢 根据欧洲商会最近发表的调查结果 发现国内的办公大楼还有高楼住宅 在屋顶隔热以及能源使用的效率上 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欧洲商会更预估 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改善 用电量可以减少三成 至少省下460亿元的电费 不管是种植盆栽 或是泼上一层隔热的地砖 做好屋顶隔热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让空调不必开得那么强 是节能减碳的好方法 在欧洲建筑法规中 是强制规定建筑物必须做到 不过在台湾这样的观念并不普遍 建商他们也没有特别注意屋顶的隔热 所以在屋顶隔热部分 相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标准来讲 差不多还低一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为了评估国内节能空间还有多大 欧洲商会花了八个月 完成台湾的建筑节能建议书 研究报告中指出 目前办公大楼和高楼住宅 还可以再缩减百分之三十的用电 大约一年可以省下四百六十亿元的电费 不过欧洲商会也直言 台湾要达成的阻力不小 因为电价实在太低缺乏省电诱因 欧洲商会还是相信节能减碳商机无限 希望将欧洲各大公司研发并运用了三十年的技术引进台湾 更要放眼中国大陆规模更大的市场 抢工这块新兴的环保大饼 记者林青梅徐启峰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